1 2 3 好 选好陀螺一起对战 再近一点看 这陀螺竟是用瓶盖做的 但完全不解玩乐兴致 还想继续第二回合 你要用这个吗 你要再试一次吗 好 每个陀螺其实都暗藏玄机 孩子得从中学习判断 好玩吗 好玩 那你觉得哪一个最厉害 这种 为什么 因为它有铁 比较重吗 对 可能有一些科学上的一些金属 或是什么去运用到实际上 他们会发现说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去体验实验 但是我们不要去 跟他们讲解理论的部分 让他们去了解说 原来这个就是科学的现象 第六届科学玩一节 在台北科教馆热闹登场 大小朋友都来这里感受科学魅力 总共超过75个体验摊位 包含推广环境教育的 大爱感恩科技也二度参与 带领民众用毛毯下脚料 做环保调试 蛮特别的 因为保特瓶可以变成布料 对 然后当衣服 可以透过环境教育 然后来一同爱护这个地球 那也希望藉由环保的推动 让民众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一些 我们生活上可以一起落实 里面有包含像数学啦 化学啊 物理 生物 或者是环境科学 或者是社会科学等等 相关的一些科学活动 对 那今年的话 因为刚好联合国是公订的 化学做起表年 所以我们今年就搭配了 化学的这个部分 作为主题 不只户外有得玩 今年共设计七大主题 其中还有智慧博物馆 民众可以戴上VR眼镜 享受5D恐龙世界 以及智慧小车 靠悬空的手就能控制前进 想传递物联网概念 透过各式区域活动 了解科学并不难 就在你我生活中 大家新闻聆听艳怡林台北报导